普贤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祝福 他没有看错 他对一切祝福统统离间 对人要心理 有礼貌 对私认真负责 就是对私的离间 对屋像那样桌子 把它摆得真真气气 擦得干干净净是对他的离间 千万不要搞错了 桌子是福 每天给他磕头就错了 完全搞错了 他是福没错 他是桌子的形式 我们不必对他跪得礼拜 摆真气擦干净 这对他的敬意 统统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 这一天所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接触到的 无不尽 这中国离记上的句话 没有一样 不是用恭敬心对待 这样的人 肯能不生净土吗 普贤神愿 愿愿愿都通 西方极乐世界 不能疏火 我每天念佛念十万事 我对人瞧不起 我对人不尊重 能不能我生 不能我生 为什么 你的十万生佛号 是从没有恭敬心 那个旺行念出来的 不作数 恭敬心的耕悟 阿弥陀佛才会起感应 为什么 海贤老和尚 念佛有感应 密切的感应 平凡的感应 是在他往生的基点 那原本 曾经有一次 他说阿弥陀佛 还要他再助念你 做个好样子 给大家看 过了没多久 他有时候告诉人说 老佛爷 他叫老佛爷 就是阿弥陀佛 告诉他 这几天 他可能就往生了 实际上佛告诉他 佛不告诉他 他自己也知道 他听话了 一定要有人 把这本书送到他手上 这就是最后一次标法 标法圆满 这个法一标 佛就接引他到 基罗世界去了 他要告诉几个老同餐 大家听到 什么时候 你告诉我们 大家来为你祝念 他小心 祝念 不可靠 没有信心 我往生 不要人自念 我自己念佛往生 他最牢靠了 你看看 他都有信心 信心从哪来 跟阿弥陀佛见面 太多次了 不是假的 是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 学 礼尽祝福 对人 对事 对物 都要有恭敬心 对人恭敬 有 对事 对物 不恭敬 你的恭敬心 只有三分之一 圆满的恭敬心 对人的礼尽 对物的礼尽 对事的礼尽 事实认真 父子 去做 把事情做好 这才是 普贤菩萨的 礼尽祝福 在我计判 对神灵的礼尽 如果遵红肥寓 如果收到